只要提到九门提督这一官职,就不由地想起雍正王朝中的龙科多康熙驾崩之后,若非龙科多的鼎立支持,雍正恐怕是难以顺利即位的。 正是由于电视剧的渲染,让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看法,九门提督位高权重,事关京士安危。 实则不然,正史中九门提督固然重要,但远没有影视作品中那么离谱。 于是提出疑问,如果九门提督封闭京师九门凭借手里的三万多人马,能否顺利拿下紫禁城? 要想搞清楚答案并不难,只要把九门提督的执掌以及京师的兵力做一个对比,大致就清楚了。 九门提督是通俗的教法,所谓的九门是指京师内城的正阳门、崇门门、宣武门、安定门、德胜门、东直门、西直门、朝阳门、复城门。 九门提督正式的官衔为提督九门部军巡部五营统领,官方一般简称为部军统领。 从官名权衔上可以看出,九门提督统帅的军队分为两部分,一是部军营,二是巡部五营。 部军营是八旗步兵组成的,而巡部五营则是鹿营马步兵。 部军统领衙门的建制,从清初至乾隆朝旅有变动,每个时期的教法以及统帅的兵力都不同,至嘉庆四年才形成定制。 按照光绪会典的记载,部军营兵额从满洲、蒙古各左领下抽调领崔两人,部军十八人,汉军各左领抽调领崔一人,部军十二人。 按照这个标准进行计算,那么部军营的总兵力应为两万一千余人,巡部五营即中南、北、左右五营,因各营所辖地面大小不同,兵额也不同。 其中,中营兵力最多为两千七百六十人,右营最少为一千四百八十人,武营合计马步兵为一万一千零八十人。 部军营与巡部五营总计兵力为三万两千余人。 部军统领衙门扮演的是警备司令部和京师巡警的职能,主要负责守卫和治安。 也就是说,部军统领衙门所属的三万余人马,并非是朝廷最精锐的主力部队。 部军营和巡部五营是按地区进行分工的。 八旗部军营防守城内,按八旗方位分训驻守,并抽调一部分官兵,三百六十人左右,专门从事击捕之势。 巡部五营防守的是外城和京郊,中营驻扎在圆明园一带。 南营防守外城及南郊、北、左、右三营,分别驻守北郊及东郊地方。 不难发现,部军统领衙门只有部军营驻扎在内城,巡部五营都在外城。 这么算下来,如果九门提督封住九门,那么手里可调动的兵力只有部军营的两万一千余人。 紫禁城是京师的重心,宫中主要有侍卫处和亲军营,担任防守,值班任务。 侍卫处由领侍卫内大臣、内大臣、三职大臣、御前侍卫、前清门侍卫、一等侍卫、二等侍卫、三等侍卫、兰陵侍卫以及宗室侍卫、侍卫十长等组成。 根据青史稿、直观至四的记载,侍卫处的总人数大约为八百人左右。 侍卫处是皇帝最信任的守备队伍,大多出自上三旗,且一般是清贵子弟。 这些侍卫分布在内庭各处门禁。 外朝的守卫是另一支队伍负责的清军营。 清军营是八旗军队中的绝对精锐,从满洲、蒙古各左领下挑选,人数总计为一千七百七十人。 侍卫处加上清军营,人数就有两千五百七十余人,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。 侍卫处和清军营的战斗力再强,其数量也不足以抗衡布军统领衙门的布军营,两者的比例几乎是十比一。 显然,皇帝手里还有另一支主力,这支主力就是护军营。 护军营是担任守卫攻进的军队,主要是紫禁城的外围,其官兵也皆为满洲、蒙古精锐。 护军营的前身是关外时期的巴雅喇,熟悉清楚历史的读者都知道巴雅喇是个什么概念。 护军营的总兵力多达一万五千余人,其中上三旗官兵直守紫禁城内,下五旗则在外围巡查。 侍卫处、清军营、护军营的总兵力近一万八千余人,他们战里彪悍,对付布军统领衙门的布军营绰绰绰有余。 加上紫禁城墙高皮后,九门提督若有一心,恐怕连攻门都攻不破。 不仅如此,皇家内务府还有三旗兵马,八旗各都统衙门也有数目不等的官兵。 这样一算,不管是兵力还是战斗力都胜过九门提督。 实际上,九门提督在清代还算不上多么的位高权重。 嘉庆以前九门提督不过是正二品官,连外省提督的级别都没有达到。 嘉庆四年,九门提督才改为从一品。 在京师各衙门中,布军统领衙门虽然看起来很重要, 但是其政治地位仍无法与内阁、六部以及八旗各衙门相比。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,大多数情况下,九门提督都是朝中大员的兼职。 像我们所熟悉的和珅、荣禄都是长时间兼任九门提督。 于是如果没记错的话,嘉庆年间还有汉臣担任过九门提督。 此人的名字因为杨朝曾,只是他担任的时间不长还是兼职。 但也可以看出,在皇帝心目中,九门提督的含金量应该有限, 不足以对皇权构成任何的威胁。